微信福利部 日本管制宿13号来公布国来今年第一例本土天高日白例 就是在台南市林地区四十万岁流行 对处新冠军官参议网合有款 在中正顺利时也相当关心状感染调查 福利府省主乎家庄站起来的官境正顿 跟主省原青都并配合市府来消灯 经过了解 目前全台湾有四十五例 经过一例的天高日白例 台南有七例 不过13号一边管理宿公布 还有来第一例本土天高日的病例 在林地区的四十多岁流行 消息一出 新闻南光山医院委员房在中正顺 相当的关心感染调查的情况 对处市府表示 一定会有各个面对 密切对中 针对同住家人以及社区内 其他的可能疑似的个案 或者是有可能密切接触的 我们会采血做快塞 因为我们现在的技术有进步 我们现在采血快塞很快就可以得到这个数据 那当然长期来讲的话 我们还是要很密切的去追踪 不希望有新的案例来发生 因为最近梅雨期节开始 所以说下大雨 很多雨就有积水容器 就可以会导致病霉文会继续滋生 这也是对于防治登格尔非常不利的状况 但是我们会加紧扩大封锁 扩大经销圈 扩大检测的范围 希望这个本土案例就是唯一的 因为除了蜂油组合 配合青毒株心丸 也要有伺候 这些消毒行丐载时 一定要好好跟民众交通 蜂油的一期间一定有水 应该是说 譬如说有检查到有积水的部分 那我们是不是就给它限期 一天或者是半天的时间 让它去清清 然后再来做一个 如果没有改善 我们再来做这个开发的动作 面对天高雷的修理 只有除了配合一关书 准一步调查感染网 当时以防治疫情的酷散 也已经心理枯极的治愈中心 加上各行周边的主行网清毒 抗风在的抗河 既这所应该会采放不得